最近现场为你查播非常的火爆 猪农呢 北上抗议这个包括瘦肉精 而且呢 砸包括鸡蛋跟牛粪都已经不够用了 最新的状况是他们直接把警方巨马给推倒 冲进去踏入农委会 立刻联系记者邱小沛 好的 主播 由于农民呢 已经冲破铁网了 是从外面跑到了农委会的大门口继续进行抗议 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警方人员是越来越多 大约已经有近200名的警方 一方面呢 是拿着盾牌禁止农民冲入 农委会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拿着这个很多的这个搜证器材 现在正在搜证哦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农民持续抗议当中 在天空上还是飞进来很多很多的这个猪的排泄物 还有鸡蛋的一个部分哦 那现在呢 农民现在站在门口是要求承宝机出来哦 那也可以看得到呢 现在警方在这边 已经是不停的警告农民要向后退 在这边呢 希望他们呢 可以后退 不要再继续的进行 还可以到外面去哦 那现在呢 警方拿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盾牌哦 警力方面呢 也是不停的加强哦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现场的情况呢 警方人员跟农民呢 仍然还是在对峙当中哦 那现场康也持续的进行 向今行一线交还铺呢 不容易的那些事情